我们要进入大空经 大空经的内容大漾 在讲义79页 在讲大空经之前 我们还是复习一下 小空经的部分 关于小空经的空义 在74页 讲义74页 一直到讲义的77页 78页 这边都提到 小空经的空义 你认为小空经这部经怎么来 由瑜伽师弟论的一个解说 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 这部经的一个 它的一个修行脉络 那我们就一句 我们补充讲义 第一章第七节 第二份的讲义 也就是瑜伽师弟论卷九识 这边 我们就看这边的讲义 复制正见圆满 以见到机 从这边开始 那么 底下讲 诸圣地址 皆能如实 超越比邪空 亦能如实 入正不空 这边的意思就是 要我们能够超越 就是去掉 去掉所谓的邪空 去除 断灭空 不正确的一个空的之间 那么如实进入 所谓空的一个正见 这边讲入正不空 就是说 以瑜伽学派的一个看法 那么有空有不空 这样子 不是什么都空 而是有空也有不空 这边 所以瑜伽形态 就成为大胜有中 成为大胜有中 那是相对应于 中文学派的空中来说的 以前说空中是一切皆空 那么有中呢 就是部分空 部分不空 这样子 好 你这样讲 以世间道极出世道 修习空性 这是我们这边 讲一期十页讲的 依世间道修空 有没有 就是小空间光空的方法 A 依世间道修空 另外就是讲一期十六月的 依圣道修空 那这边 瑜伽石地论就是 以世间道极出世道 出世道就是圣道 以这两个方式来修空 修习空性 其以言和 会于此处 比非有故 正观为空 那么弱于此央 弱于此处 属于有故 如此之有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 以小空间的一个例子 入植母 讲堂空 就是说在讲堂里面 没有的 我们就把它关为空 那么在讲堂里面 有的 比如说有比丘宗在这边听法 那么 我们要如实之有 比丘宗在讲堂里面 不是没有 所以是要如实之道是有 一个空 一个有 这样子 譬如客舍 就是另外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 比如说 这些旅馆 客栈 饭店 那么在一个时间当中 没有 这些其他的人物等等 那我们就说他是空 那么在一个时段 这些人物又出现了 出现种种的人物 那这样子也是不空的 就是有 这是不空 有出现 这些人物 等等 出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不空 那假设没有 没有当然就是空 那另外再举一个例子也是一样 也是在这个防射当中 没有那一类的东西 就是空 比如说没有这些木材 或者没有门窗 等等 那底下讲 南非紫色 极色体空 如是自体 所依止身 一名受去 一名想去 一名失去 我这边有另外再进一步讲 不是色这个防射 防射的本体 就是空 而是说 这个防射当中 有什么 就是有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空 这样子 那么 底下讲 然此自体 所依止身 于一时间 或无一类 或受或想 或不是 等一切烦恼 随烦恼等 说明为空 一样 他在举 这个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 有现前的 没有现前的 就是空 那有现前的 就是不空 那么 底下有提到 当之此中 总略异者 若观此法 所有之心 必尽皆空 是明于空 颠倒屈辱 我们七十四月 讲一七十四月 也有影这段 那导师说 这一段就是 大胜有忠的根本意 就是 有忠的根本主张 他不主张 一切皆空 必尽空 他认为 必尽空是 于空颠倒屈辱 就是对于空的 一个见解 并不是正确的 当然这是有忠 批判端密空 或者空中的 一个见解 底下有讲吗 一名违越 超越 超越了佛陀 所说的法 或者是 平安言 现在你假製认为 就有忠认为 你假製认为 一切之空 必尽空 那么 那是 对于佛陀 所讲的法 或者律 那是没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吗 好 那我们看 直接往下看 以世间道 修空性者 为圣地子 诸远离处 先与诚意聚落 人想 作义思维 那这边就进入 以世间道修空 那以世间道修空 就是 这边讲的 讲义这边提到 春落想 人想空 那 无事想 就是阿炼若想 这边阿炼若想 尤加斯蒂论 这边讲阿炼若想 有没有 尤加斯蒂论说 此想为空 为人亦等 就是 人 春落 人想跟春落想是空 那么不空的就是 阿炼若想 我们讲一 这边提到的 就是无事想 在这边阿炼若 无事就是阿炼若 无事就是 寂静 寂静处 就是阿炼若 阿炼若 就是先把这些外面 吵杂的春落 春落里面的人 等等 光空 但是阿炼若 这个所谓的无事想 不空 那么 他观空之后会 有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会 无出众 无不寂静住 而且无自然 就是这边 讲义七十五页 讲的疲劳 就是把春落跟人 就是因为春落想 人想 而引起的疲劳 就是引起的这些 身心的出众 或者不及间住 痴安热闹 烦恼等等 那经过 这些 那个灌空 把春落想 人想灌空 那么由于春落想跟人想 而导致的疲劳就 就是瑜伽斯律人讲的 出众 不及近处 还有自然 这些热闹 就没有了 这样子 那不空的 就是有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瑜伽斯律人讲 未有即微系 即进住 离次然等 又即比能取三年 会目勤授等 阿怜若差别向想 无物思维 但思维 第五 无别向想 这是下一个阶段了 下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讲义 七十五页的 第二个阶段 那这时候要进一步的 把 胡思想 以及前面的人想 把它关空 其实包括春落想 春落想 人想 胡思想 都要关空 但是地 地想 是不空的 这样子 但是地 怎么关地 也是 这边有提到 但思维地 平坦 细滑 犹如掌中 无别向想 就是说 不要取 这些险恶 高 下不平的地 或者有这些 杂草 或者是瓦砾 等等 不要取这个地的相 而是要取 平坦的地 细滑的地 这样子 就是地平如掌 就是地很平 这样子来关 就是观地想 不空 有没有 我们讲义气 是有一个 专一意念地想 观地平如掌 是不是 那么 人想 空 胡思想 空 就阿兰若处 想 也是空 那么会 那么由于 人想 无自想 而引起的 所导致的疲劳 就是 所谓的出众 不及坚注 痴然等等 这些就没有了吗 那就 留下地想 地想 不空 从此次地除设想 更建置思维 设想就指地想 那建置要往上 要怎么关呢 空处 是处 无所处 就是 前面 就是要地想 阿兰 阿兰若处想 也要关空 那留下 空无边处 不空 那进一步 空无边处 想空 留下 似乎边处 不空 那接着 进一步 似乎边处 想空 那么 留下 无所处 想不空 这样子 那么 最后进入 飞翔 飞翔处 这边 就是 所谓的 无想心 定 到这边 都还是 所谓的 世间道 世间道修 那么 底下就 有没有 这边 仪加师弟 有人讲 如是名为 诸圣 帝子 以世间道 修习空性 当之为去 乃至上极 无所有处 见词 离遇 就是 开始要进入 所谓 以神道修空 有没有 讲一期七页 这边有 以 讲一期七页 这边 底下 地道 分为 一家论 分为 世间道修 原生道修 二类 以世间道 修习空性 修习空性 要怎么修 就是 从 这个 所谓的 春落想 人想空 无事想不空 然后接着第二个阶段 无事想 跟人想空 然后地想不空 然后地想空 空无边处想不空 一直到 无所有处想 到飞翔处 飞翔处 这边 不空 怎么样 这边就讲说 上极 就是 到达 无所有处 见词 领域 那么 自私以后 修习 修圣道行 见词 除去 无常 行等 能去 飞翔 飞翔出 必尽离遇 就是说 无所有处想再往上 就是 进入 医生道 来修空 那么 这样子 医生道 来修空 的话 主要 就是 就这边讲的嘛 能去 可以想 不可以想 出 毕竟 在无所有处 往上 那到这边 讲义76页 下半部这边 就以 小空间的经文 来解释 是 怎么 一生道修空 一出世间道修空 的一个次第 就是说 到 无想心定 就是 无想心定 是 无想定 在这边 进入无想心定之后 假设有所浊 有疲劳 就会 得到 非想 非想 出的果报 那假设不着 那么就能够 依慧 得解脱 有没有 就是讲义 七页 这边 阿拉伯 是这个三 但无想心定 还是有违法 还是有疲劳 有烦恼 过患 如果热着 无想心定 那么就是 得到 非想 非非想 出报 那么假设 不乐着 不住着 那就可以 依慧得解脱 这样子 所以 瑜伽师弟论 这边就做一个结论 当之世尊于习 于过去世中 过去生中 修习菩萨行的时候 多修空住顾 这时候苦 佛在过去生 行菩萨道的时候 主要是修这个空住 因为修空住的缘故 就能够很快的 真的无上正当正觉 非如思维无常苦住 那么假设 只是思维无常苦 那么就 没有那么快 正当 都有三面三不停 这边就强调空住的重要 空住的重要 所以这边就要讲 事故今者 正得上妙菩提 助以游习串习 水转力固 多一空住 那么一样在 比如说现在 我们作为一个 在佛法里面 修学的一个行者 想要快速地 正得无上菩提 那么也应该 追随佛头 效法佛头 来修学这个空住 好 这是大略的复兴相 三个节课 小空间的内容大药 好 这就是进入 大空间的这个部分 讲一七十九页 大空间的内容大药 那这边 先是比较大空间 跟小空间 它的差异点 或者相同的地方 在哪里 首先大空间 小空间 都是如来与弟子 共同修正的法门 也就是 如来与弟子 那么是要正空 要修空 那么要修正这个空间呢 透过大空间跟小空间都可以 这样子 所以说 不管是小空间跟大空间 都是修空 修空心 正空心的一个法门 都有一个空 所以是小空 大空 那么这是相同的部分 那不同的部分呢 在什么地方 小空间呢 是由下而上的 就是树的层层超越 那么它是顺着禅定的次第 最后以无相情三美 不取错而漏尽解脱 有没有 成立了次第 就是 先 先怎么样 阿兰若想 先安住在阿兰若 安住在阿兰若的意思就是 要摆脱这些世俗的五一六成 就是要离开这些五一六成 那进一步就进入所谓的地想 那么地想就是 等于是所谓的社界的市场 从出产到市场 地想就作为 这个四根本产的一个代表 有没有 我们上次有看到 讲一一五页这边 十片处不是有地片处 水片处 火片处 风片处吗 还有青王赤白片处吗 它相对应的不就是四成吗 是不是 这样看来的话 那就等于是 要学到四禅 四禅定 世界的四禅 那么 能够进入五色星的四空定 有没有 那地想之后不是就接着空处定吗 就空边处定 接着是四五边处定 接着无所处定 那最后是 就是无想心定嘛 就是无想心丧内 这样子 有一个 有一个 赤地 有一个禅定的赤地 那禅定的赤地 那最后 就是无想心三昧 无想心定 那才能够不取着 就可以得到入境解脱 这小空间的一个修学赤地 修学的一个方式 那么大空间呢 它是怎么样 它的一个 所谓的重点 这边都是提到 大空间却是由外而内 横取四类的空作意 就是空观 四种空观 那么修学成就的就近解脱 四类作意就是外空 外空作意 内空 内空作意 还有修空 修空就是内外空 不管是北传的中暗经 跟中部的空大经 都是作内外空 最后是不动作意 这个由外而内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大家可以对一下 讲义的八十三页 讲义八十三项 下面不是有一个表格 五欲空 是瓜乎外 但是这个外呢 它是包括 外空内空跟内外空 它接着才是五曲韵空 这是内 对应的就是不动 不动作意 所以由外而内 这个外指的就是五欲空 先针对五欲 先针对五欲 怎么来观空 就是怎么离五欲 那接着 再进入观五欲空 就是内的部分 所以外就是指五欲空 那门内就是五欲空 这两个不一样吗 所以这个外不是指外空 而是包括了内空 内外空 这三个 这个再讲义八十三页 我们还会再说明 好 那么 底下进一步的来比较 北传大空经 跟南传空大经的一个差异 前面以前比较大空经 跟小空经 其实也就是空大经 跟空小经的一个 一统 差别在什么地方 相同的又是什么地方 那接着 就是针对大空经 跟空大经 就是北传的大空经 南传中部的空大经 那比较它之间的一个差异 这边你提到 四类座椅的休息 北传的大空经 与南传空大经 在说明上略有差别 一大空经说 修学者先要 持内心住子 令得一定 我们对照经文 我们对照经文 大空经的经文 它是令的后面 加上一个得 得失的这个得 也就是说 要内心住子 到这边斗好 令得一定 就是要修定 先要有一个禅定 作为一个基础 也就是修得出禅 二禅 三禅 吃禅 得是真上心 是真上心 就是四禅 然后依定起观 依着这个禅定的基础 在观 起观什么观呢 就是观内空 或者观外空 或者观内外空 或者观不动 是不是 念内空 就是 前面是内作意的 寡无意吗 那假设观内空当中 那么 其心一动 不去向近 那么 不得清晨 不住 不解于空 那就念外空 假设你是先修内空好了 其实内空 跟外空可以 都可以 先 就是 先修外空也可以 先修内空也可以 那这边是举 先修内空的例子 假设你先修内空呢 但是 你修内空 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 不去向于近 不得清晨等等 这个对应下来 对于中部 空大清 它是怎么讲 我们看 角度是九 有没有 它是做 心不踊跃 勇敢的踊 其实可以加上一个 左边那个竹子把 踊跃 这是对应 不去向近 那么 不得清晨呢 就是对于你 空大清的不欣喜 大空间的不住 不解 就是这边 空大清的不定住 不解脱 有没有 这个相对应的 一个情况 就是说 就是说 等于是你修内空 不得力 没有达到应有的那个效果 没有达到应有的那个成就 那么 接着就可以转而修外空 假设外空又不住不截 包括不去向近 不得清晨 那就念内外空 瓜五三的内外空 那么又不住不截呢 不得清晨 不去向近 那就念最后一个 不移动 前面瓜五四的不移动 就不动作业 因为经文有提到 不移动 不动就是不移动的意思 不移动就是不动的意思 看讲义八十页 总之要休息 多休息 达到心不移动 去向于近 去向于近 你可以上面写一个 心不踊跃 得清静 上面写一个不心 应该去向于近 是心踊跃 去向于近 上面你写 心踊跃 然后得清静 上面你写一个心形 那么住呢 就是定住 那么解 上面写一个解脱 住即于内空 一直到不动 那么瑜伽师地论 也有提到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在 讲义八十页的主角 讲住二十二 一家实地论卷九十四十分 有提到 那我们补充讲义是在第一章第七节的第五份 补充讲义 这是 Page八十 因所正空 因所修空 在这边 好 在这边 讲义八十页讲 南传空大经 别别的说明 四类作业 并没有 斩转次第的意义 这是比对南传空大经的经文 导师说 他只是把它取出来 把室内作业 这样分别的取出来 但是并没有 说明他的一个次第 应该从哪边先 或者接着哪里 接着修那个部分 并没有这样子 次第的一个说明 接着讲义八十页的说明 最后也是提到 四类作业的意涵 前面不是提到 四类作业吗 那四类作业的内容 这个部分到底是 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导师就以 瑜伽师弟论讲 瑜伽师弟论 以所正空 以所修空 分叛四类作业 有没有 就是说 瑜伽师弟论的论主 论师就 把四类作业 判为 这两个 把四类 归纳为两个 一个是 所正空 一个是 所修空 底下讲 四类作业的定义 就是针对 内空 外空 内外空 不动 那么 经文 并没有 确切的说明 并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说明 那么 瑜伽师弟论 就进一步去 来解释 把他归纳为 所正空 所正空 就是外空 跟内空 讲义八十一的这个表 那么 所修空 就是内外空 跟不动 这两个 外空 这边是超过一切 五种设想 就是外空 外空怎么 要怎么修 就是要超越 超越这个五欲 五种设想 上面写一个五欲 五种设想 其实就是 就是设 生香味醋 这五欲 这边不是 瓜五离欲汤 就是离开 这五欲的 一个 贪酌 内空 于内珠行 那当然 就是 内珠行 就是内六处 内六根 那么 要断真上漫 所以瓜五离我慢 就是外空的重点 就是离欲汤 简单讲 就是 外空要达到什么效果 就是要离欲汤 那内空要达到什么效果 就是离我慢 或者说外空 指的就是 要离欲空 离贪欲 离欲汤 那修内空 那就是 要离我慢 其实我慢 也包括我贱 我爱 我吃 等等 是不是 贱爱 慢无名 不是有这个四根本分了吗 所以外空 所以外空内空 离家世列人归纳为 所正空 那接着 所修空呢 内外空是什么 内外空要修什么 修我见 要观内 内六处 外六尘 那观 无我 无我所 那不动作意呢 就是要修无常见 要观无常 好 所以 这边分所正所修 那么依经文的四类作意呢 而分别为所正空与所修空 先正 而后修 我照此地 就是外空内空 这边算排在前面吗 那不是先正吗 那内外空很不动 排在后面 不是 后面在修吗 一般是先修再正 那怎么现在变成先正后修呢 有修有行 才有正啊 叫正德啊 我们讲修行的次第 不是信解行正吗 文师修正嘛 信解之后行之后正 文师之后修之后才正嘛 那这边怎么会先正后修呢 所以导师说 这不过是论师的一项解说啦 就是说论师在说明上 或许有论师的一个见解 一个见地 那这不一定是佛陀的一个本来的用意 本来的意思 好 底下讲 从仪教阿实地论的解说 也可发现经意的线索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光看大空间或空大间 那可能 可能看不出什么说意了 可能不太了解啦 大略的了解 不是了解得很深入 但是透过仪教师理论呢 诶 就可以让我们对于 不管是大空间或空大间 他的一个经文 就会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理解 这边就整理下来 先是观五亿无常 正外空而离贪欲 有没有 就是 把整段 大空间的经文 以及 瑜伽师的论所说明的 整理神 这两句 就是 观五亿 外在的五亿六成呢 是无常的 这样子是要证得外空 就可以 这样贪欲 便利 可以断这个欲贪 有五亿功德 可乐 可以 应该是可念 这边是 所念 应该是可才对 可以 可念 可爱 色欲相应 那么这四句呢 对照 扎寒经 我们看角度二十四 扎寒经的 卷是三一一经 有没有 对面讲 眼见 可爱 就是 前面 我们假设可乐 编号一 可意 二 可念 三 可爱是四 所以可爱 就是前面的四 可乐 就是 这边的 一 可念 就是三 可意 就是二 那借着 扎寒经 说是 掌养 欲 之色 就是欲贪之色 就是看到这些色 假设 你认为是可爱 可乐 可念 可意的 那当然会增长 贪欲心 增长贪心 所以扎寒经 掌养 欲 之色 掌养 欲 那对照上面的就是色欲相应 所以这边 大空经的色欲相应 就是扎寒经 的掌养 欲 之色 好 底下 眼之色 耳之身 鼻之香 舌之味 身之处 有没有 就是五根对五成 一样 若比丘心智大 就是说心 心里面如想的 观止无意公得 心智大应该是指心念 在心 在心 心念当中 观止五预公得 五预公得 其实就是五预 因为这个功德的 这个范文 它有 特性 性质的意思 或者 这样看 就是五预它有什么作用 它会让我们乐着吗 会让我们觉得可爱 这样的一种作用 好 底下讲 观止五预公得 点点点 观无常 点点点 如是比秋观时 则知者 知五预公得 有欲 有染 比以断 断什么呢 断欲贪 是会争执 五预 五预六成 五预 这四身香味处 这五预 它虽然会让人家 染灼 起贪欲心 但是也可以 借由 这个观控的法门 来断除它 所以这一段的话 当然是 参考 参考戴空经 戴空经 我们也有帮大家 整个列出来 整个 整个经文把它列出来 在讲义的 第一章第七节的 零一之二 最终按大空经 大家可以在这一段 由五预公得 一直到四位正知 这四行 这一段 大家在旁边写一个 六之四 因为底下说明 底下 说明经文的架构 有没有 我们先看 讲义八十五页 讲义八十五页 不是有一个 刮五五 大空经的内容架构吗 这边就是编号 阿拉伯书子的一 一直到八十六页的六 所以你在一的旁边 写个六之一 二 阿拉伯书子二的旁边 写个六之二 阿拉伯书子三 旁边写个六之三 四旁边写个六之四 接着四的下面 的第一行 注意空竹那一行 你写个六之四之一 翻到讲义八十六页 八十六页的第二行 如畏众说法 不说非圣无意的 种种是俗论 这边前面写个六之四之二 再挑一行 寻师时 正之而不起 三不善寻 这边 旁边写个六之四之三 再往下一行 外对五欲进食 这一行写个六之四之十 有没有 就是 讲义八十一页 下面这一段经文 这四行经文 所以旁边你写个六之四之四 因为我们普通讲义 就是这样变号的 照这样来变号 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 好 八十六页 讲义八十六页 再往下 内观五取运食 这一行 这是六之四之五 好 阿拉伯书书书书书旁边写个六之五 阿拉伯书书书书旁边写个六之六 这样子 接着 讲义八十一页 最下面这边 观五取运生命无常 正内空而离我慢 前面讲外空 接着进入内空 内空主要是要离我慢 那是要观什么呢 观五取运的生命跟无常 记得讲义八十二页这边就引经文 好 这个部分我们下档课再继续 先修先想 好 继续 讲义八十二页 有五圣因 甚至取得一个古意 所以古意叫五圣因 那么心意就叫五 五取运 色圣因 绝 就是瘦嘛 受运的这个瘦 想行事声音 这是色圣想行事 这五圣 未必就如是观心衰 点点点 心衰就是生命 有心有衰 有心胜的时候 有衰亡的时候 有衰亡的时候 那不就是生命无常吗 所以你在心衰的下面写个生命无常 点点点等等 点点点的部分在 大空经经文 我们给大家补充资料 里面第十八页 有提到 看一下 大空经 第十八页 这一段 这三行 就是讲义八十二页 最上面三行 在旁边写一个六支四支五 这等于是对于我们这边的 讲义的十八页 未必就如是观心衰 接着呢 还有一段经文是什么呢 是色 是色习 是色念 那不就是苦 及灭吗 有没有 色就是苦吗 色习就是及 这个苦的因 是灭 苦的灭吗 是觉想行事 就是受想行事 那么是四 是色习是灭 一样是苦及灭 若此五声音 由我慢者 比及灭也 我们到这边 底下有个安娜 这边就是 讲义八十二页 第二行的点点点这段 接着 若有比丘如是观食 则吃 五音中 五音当中 我慢一面是会证吃 就是 无运 能够灭出 就是 借由观五运 的 无常 的生命 有没有 今天不是 讲义八十一的最后一行 不是观五取音的生命无常吗 就可以证得内空而离我慢 我慢里面就是离我慢 是会证知 等一下就是解释经文 依经文所说 观五欲功德是 外离滩 外离玉滩 对于外禁 外在的这些六层禁 要离开玉滩 那么要观五取音呢 是要怎么样 是要内离我慢 针对外禁 要离玉滩 那么针对内在的五音呢 那就是要离我慢 那边讲 无取音和合 是个人之体 其实我们不就是五音所构成的 的这个身心 这个生命体吗 观五音生灭无常 无常故苦 那么无常苦 故无我吗 所以可以这么说 正内空而离我慢 其实就是离我见 离我爱 离我慢 还是离我吃 你看见爱漫无名的烦恼 那么外空 是怎么修呢 就是 前面内空是针对无取音 那外空当然是针对五欲 针对五欲功德 那么这五欲功德 是怎么样呢 这五根 因为彼此是身 对于外在的这五层镜 是身相畏处 那跟层相对 是产生 是 世性分别 那世性分别当中 就会生起可乐 可意 可念 可爱 那不就是跟玉坛相应吗 那假设 跟神相对的时候 你不起这个 热卓心 碍然的心 念卓的心 欢喜的心 那就不会跟玉坛相应了吗 所以 这个 之所以有贪 贪欲 欲贪的生情 你就觉得 一定是觉得可乐 可意 可念 可爱 你觉得不可乐 不可意 不可念 不可爱 你怎么会生起 欲贪呢 就不会了 所以这边 那要怎么 不跟玉坛相应 那就可以这样来观 观五欲 都是无常的 那都会变化吗 那还有什么 可乐 可意 可念 可爱 所以观五欲 无常 可说是正外空 而离欲贪 接着讲 四类作意的先后次第 这四类作意的次第 瑜伽四地论是先外空 而后内空 再角度二十五 有没有 角度二十五 瑜伽四地论卷九十四十分 这边有提到吗 比于外空 未作正故 与其正道 未善受故 去染惜故 于外空信 心不正路 心不正路 不哀乐苦 便于其中 有我慢门 心不留闪 等 谁观察 以极境向 是为内空 有没有 前面第二 第二行 那边外空 把他圈起来 那第三行 这边内空 把他圈起来 就是说 外空 你是要观外空 但是你 没办法达到 那个效果 没办法成就外空 那就进一步 你就修内空 观内空 这样子 所以他的次第 看来是先外空 再内空 但是导致说 空大经 与大空经 却是先内空 而后 外空 自体刚好颠倒过来 我在经文当中 是先提到内空 然后再接着再外空 那么瑜伽师立论的解说 却是先外空 再内空 这个是论师的一个看法 论师可能认为 应该是先外空 可能比较容易 或者比较相应 或者比较 在次第上比较合理一点 不过大空经标局如来所住 就讲到 我只义 义就是殊胜的意思 义住处 正觉 静觉 为度一切设想 先与外空 先举度 度就是超越 超越一切设想的外空 其实这个是跟 瑜伽师立论 前说外空 其实是相吻合的 相符合的 就是如来所住的 这个部分 他有提到 度一切设想 那不就是超越 超越这些 五欲的沉浸吗 那不就是正德的外空吗 好 但空大经做 如来住圣等觉 即不做意一切诸相 内空成就住 就是这个经文比对 大空经就是前面 高五文二那边这样讲 高五三就举空大经 那空大经 它相对应 它相对应 于大空经 那 确实这么讲 不做一切诸相 内空成就 前面是度一切设想 其实是不做一切诸相 大空经说 行与外空 但是康大经却是说 内空成就 所以这个经文之间 还是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看讲一八十三月 事内做意识想之开展 康大经广说 内空作意 不断作意 就是在经文的当中 有广泛的 对于内空 以及不断 内空作意跟不断作意 做一个比较广泛的说明 但是对于外空跟聚空 就是内外空 外空作意跟内外空作意 是简略的提到这个名目 可以参照教诸二十八 所以在修空的教授 起初可能只有二类 第一类就是空于五欲的五欲空 第二类空 空于我 空于我所的五欲空 由于五欲是内六根 五欲是怎麽来的 内六根对外六层境 相关色而引起的 光是只有内六根没有外层境 那你怎麽升起这个玉坛呢 光是外层境外的境界 没有内六根也不会升起玉坛 所以内六根外六层境内五根外五层都可以 但是互相关色而引起玉坛 所以观五欲呢 那就可以分别的 观外境是无常的 观我们内在的六根也是无常的 内六根对外六层境内外圆所生起的玉坛 这些四性分别 这些贪欲性也是无常的嘛 也就是不管内六根外六层境 那是内六根对外有产生的六层都是无常的嘛 但是在传授当中分为内空外空内外空 就是个别的也是可以个别的来观空 观内六根空 观外六层空 观内六根外六层都空 分别来观也可以 空于五欲的分别观察 其实是内外关联者 相关外空或相关内空都可以 他既然是互相观色 就是互相相互为圆 互为圆起嘛 互为圆起嘛 互为圆起 所以你要相关外境 或相关内六处空 相关外空 相关内空不是都可以吗 就是不一定要先外空 或者是先内空 你外空或内空其中一个先观都可以嘛 乃至内六根外六层所引起的 这六式分别嘛 从这边来观 是不是也可以呢 有没有 我们底下这个表 五欲空不是外吗 那其实这外是对于 内的五层来说啦 五欲比较偏向外嘛 那五层比较偏向内 那五欲空的这个部分 又可以分三种 针对外 外在的六层境 针对内在的六根 针对内外 那六根外六层 针对外境的就是外空 针对内六根的就是内空嘛 针对内六根已经外六层 那不就是内外空嘛 或者针对六根六层产生的六式 那也是观内外空嘛 那这叫观无趣运空 就是不懂主意 这边说明 空与五欲的空观分为 外空内空内外空 于是对外空五欲而本有内空意义的 观无趣运空于我们的就称作不动嘛 是不是 就是说 就是说 它是一种相对 它是一种相对的一种分类 既然把这个外空 内空内外空把它分为一组 那么 那另外一组不就是不动作意嘛 是不是 不动作意 那就是针对 有这个内在去观空的那个含义 那就是观无趣运嘛 那观无趣运主要是要 出去这个我慢嘛 空于我慢 所以称作不动作意 这是这种分类法 这是分类 所以依照这个表格的一个分类 有没有 讲义83页这个表格的分类 是不是 是不是 比前面81页这样子的分类 是不是 又是另外一种分类 是不是 也是 也是很清楚 有没有 外 观无愿空 内 观无趣愿空 那么外的部分就分 外空内空内外空 这样子 那内 就称作不动作意 接着 提到大空间的空行 它的源头是来自于扎岸经的空柱 大空间的空柱 或者空行呢 就是有关于空 观空的这样子的修行法门 或者是跟空有关的一种禅定嘛 一种禅观 称作空柱嘛 或者叫空行都可以 其实空柱空行就是空观啦 简单讲 所以你可以在空柱 光无柱形的下面写一个空观 那这个空观就包括 也包括这四种嘛 外空观 内空观 内外空观 跟不动作意 这样子的一个空观嘛 它的源头是来自于扎岸经 本于扎岸经所说 被称探为 上座禅住的空柱 有没有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了吗 在讲义 这里刚说解脱道 空柱 应该是第一节这边嘛 第一节有提到空柱 有没有 讲义第七页 与空有关的几个重要词语 不是有提到空柱 跟空三昧吗 是不是 陆上座 讲义八十页 陆上座禅住的 在入成起始的时候 在道路上行走的时候 建设等 如有爱念懒卓的 就应该未断而修金情 因为我们有这个烦恼 我们烦恼还在嘛 这些贪真痴漫移等等 那不管是看到什么境界 那有时候会起染卓心 乃至会起染卓心嘛 都会有嘛 那另外 如了之没有爱染心 或染卓心 就这样喜乐散法 静静修行 并会清静起始 那也略说行住坐卧 就是说在行住坐卧当中 这是它是去入成起始 它主要是在道路上行走嘛 脱坡起始不是要走到城里面去吗 去脱坡起始嘛 那其实不管行走或者住 就是站着的时候 或者坐的时候坐 或者躺卧下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行住坐卧 二六时钟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是要这样子安住 安住在空住当中 以此相当的中部起始清静经呢 所说的要广泛的多 中部的起始清静经 在角住三十亿 它的内容呢 怎么样 内容为 入成起始往来六根余色 点点点到法 那么 因离欲贪等烦恼 那么 这个部分跟杂安清是大约一样的 然后说五妙欲断 五盖断 五菌骗之 骗之后面你写一个无常 或者无苦也可以嘛 无我也可以嘛 你要知道五愿是无常的啊 是苦无我的啊 修四念处点点点到八真道 八真道 八真道不就是三七道平嘛 所以你在四念处点点到八字道下面写一个三七道平 底下指观 不管是修定或修观会 那么 还有正明解脱 这是正得三明流通嘛 三明是什么 天眼明 宿命明跟陆近明 天眼明是知未来 宿命明是知过去 陆近明是断一切烦恼 就得到解脱 好 讲一帮所言 空坐当然是常观 空坐就是安坐在空观当中 空坐其实就是空观 那当然就是常观 常观的这个法门 但要应用于全常生活当中 就是说不只是打坐 或者是不只是修电修会的时候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 要这样子来安坐 中部的启示清淨经与空大经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中部启示清淨经的内容 他的精神跟空大经里面的内容 他的一个精神可以说非常接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部经都怎么样 都非常注重六根对六层经的当下 像说行注坐卧 当我们六根对六层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注意 怎么去观照你有没有染灼啊 还是你有没有起贪真痴啊 假设你有没有起染灼心 贪真痴的心 不管你起贪真痴也要静静 要干贪真痴嘛 那你如果没有染灼心 那你如果没有染灼心 爱染的心 没有起贪真痴 那么也一样要继续再精进 那都是很着重 非常着重六根对六层经的当下 那我当下要怎么观照 来练习嘛 接着讲大空间的内容讲过 大空间是接近于起始清静间 中部义无义经 起始清静间 但是它是以四类作意 四类作意 你底下写一个观形 就是 这就是四类的空观啊 或者四类的观形 这个法门 会核心 重于日常生活的应用 内容更广 怎么样 是不是内容就更为广泛 因为既然是日常生活呢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不只是禅修打坐啦 或者精行啦 这些 那日常生活呢 那就很多啦 行处作握嘛 行处作握嘛 这些 那些人说 那些人说 一 侧免彼修 乐 独住 远离处 常乐 独住 远离处 就是远离这些 嘈杂的啦 众人聚会的地方 那么要怎么样呢 要安住于适合修行 空住的地方 那就是寂静 比较安静 寧静寂静的地方嘛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的编号是6-1 6-1 这一段 它就分6段 就是把这个大光经的内容呢 分6段 这样子来说明 就很清楚了 因为这个七千多字 这些还 经文有七千多字 甚至不少 所以它就 导师在解说上 就分6段来解说嘛 那我们一样把它 分6-1到6-6 6-1 有没有 我们看经文 十四尊附高安安曰 导师就高安安尊者说 比丘不可遇 宣华的华嘛 不可遇华说 乐于华说 何会华说 遇重乐重何会于重 不遇离重 不乐独住 远离之处 就是说 就是说 世尊是跟阿难讲 但是 其实就是 对于 比丘的一种高界 不要 只喜欢 这些喧嚣 嘈杂 或者喜欢 这些喧嚣 人重俱集的 那个 场合 若比丘欲华说 乐于华说 乐于华说 何会华说 欲重乐重 何会于重 不欲离重 不乐独住 远离处者 为有乐 甚乐无欲之乐 就是说 因为远离处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可以得到 这边讲的嘛 我们讲一八十五页 不就得到出离乐吗 这边的离乐 远离 离乐就是 包括出离跟远离 喜乐 就是止息 就寂静 寂静乐 等觉乐 这边就正觉之乐 这边要提到无欲 无欲之乐 无欲 也会让我们得到 心里面的平静 跟喜乐 最终 就是得到解脱生死 非生死的 可以不受生死轮回的 这不是最热吗 若得如是乐 义不难得者 终无是处 这边都是 这边都是 就是说 你要能够独处 要能够独自在寂静处 才好修空 你在那么沼窄的地方很不容易修空 是不是 除非 除非你已经有很高的禅定公布 除非你的这个禅定已经是很深了 所以一般人还是要 要远离 远离嘈杂的地方 远离群聚的地方 所以说要得到出离乐 远离乐、寂静乐、等觉乐 那你就不能喜乐 与人众多的那种场合 不能耗耀这样子跟大众聚会 不过大圣 大圣是怎样 大圣就菩萨道 就一定要跟众生相处 是不是 你没有跟众生相处 你怎么去行菩师 怎么去行忍辱 是不是 所以解脱道跟菩萨道 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当然菩萨道也要有 这个 也要有一些基础 也要有相当的基础 好 当然这个发心是不一样 但是 都是要 解脱道 那么解脱道是成就解脱嘛 成就阿罗汉 那菩萨道主要是要成就佛道啊 就是 他的标的不一样 那他的法门也不一样 好 那不管怎么样 那不管怎么样 对于神文道 行菩萨道的行程 还是要 还是要有能力正德 但是他是 有能力正 正德而不正 所以说 只是学的时候 不是正的时候 不是正的时候 因为你假装正德 解脱 涅槃 那可能就 就不愿意再 再继续行菩萨道 好 底下讲 空住的心境喜乐自在 这边是第二段 佛举至圣的正德 我不见有一色令我 生起这个欲恋 所以一切色法的便宜不会引起 有苦奥拿 佛自助圣等觉 即度 就超越嘛 超越一切色相 超越一切五欲六成嘛 那么 空大尖做一切诸相 空住成就 对一些色想 就空住成就 成就空住 成就了空住 所以比丘门来会 心住远离 即进喜乐 为大众说完 也是绝对没有烦恼的 这是佛佛陀呢 以自己作为一个例子 来作为证明 表示空住者心境的喜乐自在 这是第二段 大概看一下第二段的经文 所以者 所以者 我不见有一色令我欲乐 彼色败坏便以意识生 愁其提哭 有苦懊恼 以事故我此欲助处正觉 为度一切设想 就是说超越一切五欲 离开玉坛的话 那么 就是 这样子 可以安住在殊胜的境界 可以得到正觉 健觉 这样子是 行以外空 就是外空成就 因为外空主要是 正对外境 那你对外境的这些五欲路程 都能够超越 超越了 不就是外空成就吗 所以底下经文讲 我行此住处已 生欢悦 我此欢悦 一切生觉正念正治 生喜 生止 生乐 生定 如我指定 一切生觉正念正治 阿难或有彼求彼佑 你又不舍又不食 就是又不义 共来亦我 我便未彼行如是 如是行 远离乐无欲 我亦赴未彼说法劝助于彼 这是第二段 只有内容的解说 等一下第三段 世内注意的休息 这一段的内容就蛮多了 倒是把它归纳起来 正说空住 依是禅留修内空作意 这是第一 外空作意第二 内外空作意第三 不动作意第四 修喜成就 有没有我们看经文 阿难若比丘欲多行空者 彼彼说当持内心住址令一定 有没有 彼此内心住址令一定 当念内空 所以这边等于是经文来看的话 就先赤地上先内空 先观内空 接着再外空 那若彼此 彼此内心移动 不去向进 不得清晨 不住不解离 内空者 彼彼此当念 外空 不得清晨 所以说假设 内空 没办法成就 那记着 也可以进行 外空 外空 外空作意 有光外空 这样一直下去 那最后 那最后 那假设 内空也不行 不成就 外空也不成就 内外空也不成就 乃至到了不移动 都不成就 怎麽办呢 这边经文讲 假设 不住不解离 不移动者 彼彼秋 彼彼心 彼彼彼定 欲复欲 夕夕 暖复暖 尚快柔和射乐远离 就是说 你这四种作意都不成就的话 那你还是要 等于是 要继续练习 继续修内空 外空 或者内外空 或者不移动 但是在 修这四种作意当中 你还是要慢慢 去调柔 就是你要慢慢要去 具足你修这个 四种作意的 一个质量 你的质量要慢慢把它具足 就是要克服这些 修空的障碍 修四种作意的障碍 不是说 没办法成就 那就不修了 你要去检讨啊 你到底 为什么不能成就 内空 或者为什么不能成就外空 为什么不能成就内外空 为什么不能成就内外空 为什么不能成就不动作意 是不是 你要排除那个障碍 排除那个困难 问题啊 接着第四段 你空住 可以断了 可以断了 这个善法 六四之一呢 是 注意空住的 不管是行就作握 在四位义当中 正知 而不会引起 贪 忧 恶不善法 这是六四之一 这就是四之一 阿那 比比丘行此 住处心 若欲进行者 比比丘从尝试出 在饰饮中 入地进行 诸根在内 心不向外 坐前 后坐前想 如是进行以 心中不生贪嗣 有其和不善法 是为正知 好 这是六四之二嘛 如为众说法 不说 非圣无义的 种种世俗论 而说 借殿惠等正论 就是 圣语正道的 这些谈论 我们看经文怎么讲 阿那 比比丘行此 住处心 若欲有所说 比比丘若子论 非圣论 无义相应 就是 不跟佛法相应的 有哪些 不跟圣道相应的论 有哪些呢 比如说王论 贼论 斗争论 仪式论 义卑论 乌人论 童女论 仪女论 世间论 邪道论 太宗论 不论 又是种种畜生论 有哪些 有哪些 通常 触身论 表示说 这个是世俗一般的 谈论 这个有一种 贬义 或者 这是看得 非常的 下劣 世间论 当然是世间 有这个需要 但是作为一个修行人 他主要是要 在佛法上 去深入 来精进用功 如果在世俗的言论上 谈论上打转的话 那是不是 会影响到道行 是不是 所以要谈论的 就是有关于戒电慧 这些 就是跟圣道相应 跟佛法的意理相应 逆心柔可 无诸应干 比如说诗论 有关于布诗 戒论 电论 慧论 有关于戒电慧 三正上学的论 解脱论 解脱之间论 见损论不慧论 烦恼要渐渐的减损 就是不要跟这些烦恼 来溃欲 不要搅烦恼 不要跟烦恼搅在一起 少欲 知足 无欲 断论 念论 念作 念作就是禅作 禅定 禅定方面的论 缘起论 有关于智慧方面的论 如是沙门 所应该谈论的就是这些 接着六之四之三 寻思时正之而不起 三不善寻 起三善寻 就是说 在寻思 就是说你有一些心中的 一些念头生起的时候 就生起善的念头了 不要生起不善的念头 生起这个 不贪 不成不吃 不要生起贪成吃 这些念头 不起贪 忧 恶不善法 六之四之四 外对五欲尽食 观无常 而不起欲染 有没有经文讲 富士阿难有五欲功德 可乐义所念 爱色欲相应 眼之色 耳之身 彼之相舍 知味生之处 若比焦心自道 观者无欲功德 等等 也要观无常 观衰好 观无欲 观断灭 等等 若持无欲功德 有欲 有然 有然者 彼其灭也 若如是比焦观实 则知者 却无欲功德 有欲有然 彼以断念 是为正直 就这一段 接着 六之四之五 内观无取运 使观无常 而动我慢 我们看经文 富士阿难有五圣因 就是无取运 设圣因 绝想行事 这四是运 为比焦如是观心衰 也是一样 是设设习 是设命等等 若有比焦如是观实 则知无因中 我慢一面 是为正知 观无欲的无常 他的目的就是要断除我慢 其实就是要破我直 正我空 是不是 你有我直 一定会有我慢 因为我慢不是来自于我见吗 对于我的执着吗 我跟我所的执着吗 是不是 这是一向善的 无肉出世间的 不落恶魔之手的 当然就是究竟写脱吗 好 第五段 那么 禅定有退转 因已修控住成就为药物 失弟子犯恨的反苦 就是说 就是说 经文里面是说 凡失 凡弟子跟凡犯恨 就是说你在失的前面 叫一个凡 凡苦的凡 弟子前面叫一个凡 犯恨前面叫一个凡 那 加一个凡 就是 不管是师 师长或弟子 或者犯恨 那么 有退转 在修学当中有退转 那当然会 会导致这个苦恼 导致烦恼 简单说 如注尊阿兰若处 得是真上心 就是失禅病 因人众往来 引起恶不善法而退转的 就是反苦 这表示 禅定是可退转的 那么修处理行 以修空住成就为药物 因为禅定是共事间 那世间法都是 会静静退退 所以 我们修处理道 修解脱道 那 重要的就是 以禅定做基础 然后 主要的重点 还是修空住 修空观 修空观成就 才能够得解脱 空观不能成就 再高的禅定 也没办法解脱 是不是 好 最后一段 六之六 尊师慈悲为弟子说法 作为师长的 应该有慈悲心 要为弟子说法 那么作为弟子 应该 遵循师长的教诲 教诲一教奉行 这边就引经文 尊师为弟子说法 连练 敏伤 求义 即饶益 义其实就是 义力 其实也是利益的意思 也是饶益的意思 就是为了要让弟子 得到利益 得到法的饶益 那么 就应该为弟子说 种种的法门 出于利他的慈悲心 弟子们 那弟子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师长的说法 这个 讲经说法嘛 他的出发点 应该是利他 要利益众生 主要的出发点 是要利益众生 那这样子 有这个慈悲心 这样子的说法 能够 让弟子们 让众生得到利益嘛 那弟子被呢 应该怎么样 弟子们应该受持正法 不为师教 弟子们接受 接受师长的教诲 那就应该要 依教奉行嘛 不要违背了 师长的教诲 才会得到法的饶益 好 我们今天就 先到这边 接着 我们下堂课再来继续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